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華,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02話情報,艾斯再度出現 多拉格隆來羅哥鎮的墓地將曝光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這次不是猜猜了,是情報提前洩漏了 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彈頭島 這次時間限制在波尼魯夫當上海賊後 出了懸賞金後大家的反應 我們把鏡頭轉到革命軍這裡 薩波問了龍說,你要去羅哥鎮做什麼? 龍回答,那是誰的領地? 薩波說,那是斯摩格的領地 這裡應該是呼應海賊王929一百話那裡 龍使用能力從斯摩格手上救走魯夫 或者是在魯夫還沒去之前 龍已經在那裡徘徊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薩波有問龍去羅哥鎮做什麼? 有可能龍哪有其他目的沒有公佈 畢竟龍不可能會預言就是來幫魯夫的吧 經過比較有可能 而之前也有說過 當時薩波很有可能也有去 當時巴奇處死魯夫的時候 台下有一個小小的畫面 背景超像薩波的 這很有可能也是當時薩天想埋下的伏筆之一 再把畫面轉到白屋子船上 艾斯說聖品你覺得他是誰的弟弟? 聖品說這小子打敗了阿龍 艾斯說這是我的弟弟 魯夫當時為了幫助納美打爆了俄龍 而俄龍在之前是與聖品一樣似 太陽海賊團團圓 所以顯得格外驚訝 接著是大雄在船上說了 命運是什麼? 沒想到我的孩子變成了海賊 波寧在自己的海賊團演講說了 成為一名海盜最重要的規則就是 偷你想要的一切 不要救了 波寧接著說 好我現在已經是成年人了 如果我臉上沒有任何東西 我父親可能認不出我 接下來我要更加出名 這樣他一定會注意到的 但事實上大雄已經認出他了 但兩者遲遲都沒有相遇 但我想應該快了 蛋頭島或許就是他們相遇的地方 這次洩漏只是漫畫的一小頁而已 所以故事有沒有回到蛋頭島還不好說 搞不好這一小頁後面就是蛋頭島的篇章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情報見 掰掰